主料,鸡蛋5克,细砂糖80,低筋面粉100克,辅量,色拉油35克,盐2克,紫薯浓汤100克,牛奶35克,准备时间,10分钟内,制作时间,1-2小时,预热炒香上火170度,下火150度,分开蛋白和蛋黄,蛋黄内放入牛奶,色拉油,盐,30克白糖,紫薯浓汤 将搅拌均匀,蛋白分三次加入50克细砂糖,用打蛋器打至干性发泡,将一中加入过筛的低筋面粉,搅拌均匀,咸酱三分之一蛋白加入蛋黄糊中,用橡皮刮刀,从下至上翻拌均匀,再将五加入剩下的蛋白中翻拌均匀,搅拌好的戚风面糊装入戚风模具内,在操作台上用力摔几下模具,使面糊中的气泡震出来, 将模具放入烤箱下层烤50分钟,一小时,戳炉将模具轻轻在桌子上摔一下,有利于蛋糕底部的热气散出,然后立刻倒扣模具,全部后再将蛋糕脱模,烹饪技巧,幸福的眼泪小小啰嗦 一,做紫薯浓汤时,少加点水出来的就是浓汤,多加点水出来的就是紫薯汁,可以根据个人口味添加水量 二,做戚风蛋糕时打蛋白的盆中确定要无油无水,分离蛋白与蛋黄时一定不要将蛋黄液淡入蛋白内,否则无法打发 三,烤戚风的时间和温度,请,根据自家烤箱调节 四,做戚风蛋糕最好用浓稠,一点的紫薯浓汤 五,紫薯浓汤的做法,紫薯去劈切成小丁 将紫薯丁和清水放入豆浆机里,选择豆浆机,浓汤功能即可,熟了以后根据个人口味放入适量糖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